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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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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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就是接著趙寧學長 我邀請他來做 金專業論前十品的總結 我也同時邀請了齊悅 所以呢 齊悅在緊接著兩週後呢 他也做了今天的表達 那麼為什麼我要多找一個人 其實可以的話我會多找幾個人 不過因為這些都是我在台灣的班上 算是這兩年比較新進優秀的學長 希望他們能夠多一點表達自己的機會 也可以讓我多了解 他每個人的特長 偏好 跟他在學習之後 結合他個人的專長 表達出來的內容 對各位學長而言 我想重點 包括我的東西在內 其實我一直都覺得 重點都不在我們所表達的文字內容 文字內容反而都是變成退而求其次 各位要去參考的資料 可是多班人啊 對於我們每個人所表達的東西呢 都會反而比較優先著重文字內容 而比較忽視什麼 承載文字內容的思路 我是一個非常重視理路超過文字內容的人 你的理路如果不清楚 人家聽的人抓不到脈絡 如果你只是做發散 那麼我們的大腦 我們的心其實沒有辦法接受你的發散 那發散之後可以 發散之後就是 陳列一些可以參考的文獻 可是你必須要經過收斂 可是發散必須要有目標 就是終極關懷 所以你要把 為什麼我經常用以終為始的方法 就是你要把最後的 終止 禮去 寫在綱要上 由綱要發散出所有的參考文獻 然後呢再從參考文獻的廣分別 再劇煉回來 在我們的終極關懷上 就是由禮路發散 然後再回歸禮路 就讓我們可以充分的明白 原來從禮路可以開展一切 我們要學習的文獻資料 又從文獻資料又可以 會歸到禮路的內容 最後我只要總辭禮路 就可以跟著你的思考 開展出所有你用到的文獻資料 我可以去理解你的禮路的每一個 就是精簡的用字 因為禮路是一個精簡的用字 就像科判一樣 你透過禮路的精簡用字 你可以連接到廣分別的相關文獻 因此我就可以掌握到齊悅這個人 或趙玲這個人 他在思考他在整理這段文 他的心得 那同時也可以了解 他怎麼樣消化這個心得 消化了幾分 他著重什麼 忽略了什麼 這個我就可以慢慢摸 摸索到這個東西 我只要掌握到這個東西 勝過於我去記住 或者是追著他的每一個細節的文字 因為我們的大腦啊 根本沒辦法跟得上這麼多複雜的東西 所以剛才在中間休息時間 我們的平本仙子就給了這個齊悅一個回饋 他說花醋一團 但花香聞不到了 這是我家的啦 我們賞花是要看花色 然後從賞心悅目的花色當中聞到花香 然後其實我也帶不走什麼 就帶走這個愉快的心情 婉然有點收穫 可是還是要回來面對自己 所以這個是一個賞花人的過程 那麼齊悅給了一個富麗堂皇 顏色非常的繽紛的 雜花莊嚴的大聚落 那我們這個劉姥姥進的這個大官員啊 其實就會容易失去了準頭 不曉得要捕捉什麼 所以我試圖在這個齊悅很精彩的 很豐富的表達之後呢 我幫他來收斂這個東西 別忘了 上一次我請趙寧做的表達 以及這一次我邀請齊悅做的表達 目標都是要匯整 他們兩位各自 對於學習過大聲莊嚴經論的前十品之後 他的心得 所以李璐應當就是什麼 應當就是那前十品 所以我剛才聽過以後呢 我自己也試圖去整理齊悅 乃至於我回憶到趙寧之前的表達 一樣去整理趙寧的思路 理路 以及整理現在今天 各位我們共同聽過齊悅的表達 都應該要回歸到金莊嚴論的前十品 你們現在聽過之後 能夠回憶 當然我現在螢幕上是呈現這個畫面 你們就看了這個畫面 你們對他很熟嗎 我指的是對這個畫面裡面的每一個字 不是喔 是在畫面裡面 其中的呈現的九品 可是我們不是說金莊嚴論有前十品嗎 這邊去了哪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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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去了怨氣品 怨氣品就是開武藝莊嚴 所以呢整個這個標題要我做 就會把五億莊嚴 元其品的那五億擺進來 顏色的採用 我會採用 因為這邊並沒有第五億 只有五億莊嚴的前四億 信文思修 是吧 所以這邊的顏色我就會用四個顏色 不會用這邊的三個顏色 而且不會橫著排同樣的東西 那信文思修 信只有一品 信什麼 信陳中平 信向陳中平 在哪裡 在我們這張九宮格圖的左上方 各位發現嗎 所以請你們現在拿起你們自己的筆 所有聽到包括直播課堂上 以及所有線上的學長 請你拿起你們的筆記本 空白處翻開那一頁 拿起筆畫一個九宮格 空白的 跟著畫 聽課的人讀書的人都要做這個事 我就告訴你 如果是我 我會這麼做 要我就畫個景字號 旁邊畫個框框 九宮格就成立了嘛 對不對 好 那麼按照齊悅的表達方式 他的左上方 他從左上方開始 然後呢 順時針的往右 就繞個圈圈嘛對不對 繞個圈圈之後呢 到了 左邊的 中點的位置呢 在成縮品的當中呢 就匯入了所謂的這個中間 核心的菩提品 那這個 這個九品呢 就是從元祺武藝開展出來的 所以各位在你們的九宮格的標題 就是現在齊悅這邊寫 平良目標建立聖道藍圖 處境vs智慧這一行 你把它寫上 元祺品 冒號 武藝莊嚴 冒號 信 文師修 夸胡 正 為什麼 正這個字要寫夸胡呢 是因為沒有講到 但 指向 分正的十四品 這是我們現在還沒有學習到的地方 那麼 信 各位回去 這個如果用PPT去做 或者是用任何方式去做 信就用一個顏色 文 就是受教四品 你用一個顏色 詩 所詩為有三品 你也用一個顏色 修 只有一品 菩提品 你也用一個顏色 因為菩提品在最中央嘛 所以你最中央就先選一個顏色嘛 左上方的信向 陳中品也用一個顏色 旗下下來往右邊走 連著四格 就是受教四品 接下來的三格 就是所思為三品 用顏色來區隔 就讓人家加深一個印象 說 吳藝莊嚴的前四億 而這四億呢 就導向分正後面的 分正位的十四品 分正位十四品 因為還沒有學 我們所以按下不表 要把性文師修正做一個總藍圖 硬持在心裡面 還記得我們上次 我邀請趙女學長來表達的時候呢 我特別提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心要穩定 穩定相續的心叫做三末定 而這個穩定相續的心當中呢 又能夠在定心中做觀察 失責 所以你要有一個曼陀羅的藍圖 能夠用來幫助你總持 這十品的法藝 跟重點 所以你就畫個曼陀羅 把這九品的標標上去 左上方就是性像成中品 其他的字你不要抄齊悅的 你讀過你聽過就好了 你們回家的功課呢 就是用這一張空白的曼陀羅 只有這九 九宮格的各自的標 然後呢 你自己 你自己回去意念 或者是重新再讀過 我們共同學習過的這十品 你自己摘要 每一個九宮格的空白處呢 你就摘要 你自己願意摘要 寫了進去的重點 我給各位一個 我給各位一個量吧 你就摘要四個重點 你看過那一瓶之後 那一瓶最後讓你歸結 有哪四個重點 當然重點一定很多的 你願意把所有重點當中 挑出你自己認為最重要 你能夠一辭不忘 對你而言最有意義的 其實齊悅也在幹這個事 對不對 每一瓶哪些重點打動它 哪些重點讓它覺得 變成平良的目標 變成平良的敘述 這就是它整理 這張九宮格 乃至於這個整個的PPT 它所用的方法 把這方法學會 你自己跟著操作一遍 我也把食品看過一遍 大正經專論的前食品看過一遍 每一品就摘四個重點 依照我的習慣 每個重點我就寫一個 寫一個 五個字的記子 或者是這個七個字的記子 那五個字可能表達的重點 文字比較不多 你可以用七個字 OK 如果你能用三個字四個字 都也OK 反正anyway你就寫四個標籤 載入你對這一品的四個重點 明白嗎 這是你們回家的功課 因此呢 你如果摘入完這四個重點 就可以對 你自己對於讀過性像品 就性像就是所謂的陳中品 你就以這四個重點 可以一詞一念 整個陳中品的內容 所以那四個重點 要足以讓你 想起陳中品的 你沒有寫的其他內容 所以這四個重點 必須要有這個功能 它不只是摘要重點而已 你這個四個重點被你採用出來 而且你可以透過這四個重點 意念出所有陳中品的重點 就看你抓重點 以及表達重點文字的能力囉 你能夠抓得出重點 寫得出重點 而且這個重點 又能夠讓你意念起 整個陳中品的內容 那麼它就有託了你的效果 所以心要帶到穩定的相續 又能夠從穩定相續當中 總一切法實無量義 我只要看這張圖表 我可以解釋前十品給各位聽 為什麼 因為每一張國公格格子裡面 那四個重點 可以讓我意念整品的內容 對不對 所以我可不可以 僅僅用這張圖 這張圖羅尼 就可以說明 我對前十品的這個總詞 可以嗎 那你心如果不定可以嗎 經常做這樣的訓練 雖然三摩地跟這個圖羅尼是佛的智慧 可是我們在陰地都要學佛果地的智慧 在陰地當中不斷的練習 從慢慢一分一分像佛的智慧 最後是佛的智慧 這就是我所說的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做佛就是學得像他 是佛自信是他 自然而然就入佛位了 好 這是我先總說 所以你們就先建立左上方 標性向 Dash 陳中平 自己回家 再四個重點 目標 這四個重點 要足以讓你意念起 所有陳中平的一切重點 對吧 所以你自己的筆記 要把陳中平的一切重點要條列 當然我們已經讀過他有科判嘛 對吧 你就依據科判 把現象陳中平的主要內容 重點都表列 表列之後呢 餘中再要四個 摘要在你的曼陀羅 左上方寫上去 好 接下來就是換另外一個顏色 對吧 我就問問看 線上的學長可以表達一下 如果性向品你會用什麼顏色 那個光譜圖你們可以想想看 當你想起性向 我要性向大乘 性大乘是佛說 而且審查我 已經慢慢的性學大乘 有一點對大乘的嚮往 而且慢慢的這個大乘總性已經有少分的表達 你覺得一個性向大乘的心 如果用顏色來選 你會覺得他比較接近哪一種顏色 藍色 黃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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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會的答案 各位就不妨參考了 我的意思是你要做個聯想 這個聯想很重要 為什麼 顏色容易記 文字很難記 再把你摘要的性向品的四個重點 用黃色來打包 用黃色來打包 好 你就選擇個顏色 這個顏色就會讓你 因為 這個顏色觸目所緣嘛 對不對 你現在放眼望去 很多黃色的東西 都會讓你意念起性向陳中品的重點 對不對 所以你離開曼陀羅 離開金論 你在一切實處 只要看到屬於黃色系列的東西 就會意念起性向陳中品的四個重點 再由那四個重點 想起陳中品的所有要點 明白嗎 這就是我每天幹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些人 好像很能背東西 其實我不是硬背的 我是透過多修多習 說說休息來的 就是經常這樣練習啊 經常這樣練習啊 那回家再讀書的時候 才發現 哎呀今天的意念少了什麼 對不對 有沒有 理解正確 就回來檢查了 這就是一個 敦促自己做功課的一種方法 好 接下來就是受教食品 性之後是不是文 文就是受教 就是聽文嘛 你透過聽文 那麼聽文 那四個重點 接著我們就開四個重點 那四個重點 歸一 總性 發心 惡力 你就標上去 從你的右方 在右邊 然後呢 在右下 在 右邊的中間 右邊的下面 連續四格 用一個顏色 分別標上 受教的 歸一品 總性品 發心品 惡力品 然後你自己要編一個 從歸一總項發心惡力 它變成是一個 你觀察自己的 心性 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方法 當你讀完了陳中平 陳中平是叫我們要信向大乘 你信嗎 對不對 問你的歸一心 那你信這個大乘 你有大乘總性嗎 如果不是 我是什麼卡 對不對 我是什麼樣子的總性呢 所以要審查自己的總性 那麼如果你的總性 合乎大乘 當然繼續開發 像我就覺得我 我對大乘的總性是有卡點的 我會認同 我會讚嘆 可是呢 我就沒有那個耐煩 去做大乘總性 很自然而然 會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就會在那邊經常審查 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比較喜歡獨自一個人 在那邊享受法義 雖然我也好要講課 可是講課 我也通常都比較 講自己喜歡的東西 講自己理解的東西 所以這個都是我需要改的地方 所以這就是透過歸一 我歸一沒有 我有 我有這個朝向大乘的心 我也願意信學大乘 但是我的總性有相違 這就是接著審查自己的總性 那既然我的總性跟我審查的 我的歸一大乘的那個學修處 跟我自己的總性是有卡點的 因此那個卡點就變成我 繼續要修正的目標 對不對 我做不到大乘 可是我信大乘 因此我要修正自己的性相 總性 朝向大乘 我有哪些卡點 我必須哪些卡點 加以克服 加以對峙 那些對峙的卡點 都要做下行動計畫去實踐 那你要實踐就必須要 許下一個願 那個願 一項一項都是你的發心處 所以發心不是一個大目標而已 對 它有個終極關懷就是稱佛 對不對 稱佛是無上訣 那你這些東西沒有保持決心 還在卡點上面 所以你怎麼樣去修正自己 提升自己呢 那就是剛才一直 齊悅要表達的東西 就是評量 透過評量 找到自己的卡點 從卡點當中 朝向你的歸一處 朝向大乘的整個範疇 你定下改善實踐學修的計畫 然後呢 做過程當中的形成性評量 階段性最後的總結性評量 它今天的表達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東西 用評量來當作複習重點的審查 它就是由歸一確定這是我的性學的目標 然後審查自己的總性 回向自己的 回向自己的心性 哪些是我自己擅長的 哪些是我不足的 然後呢定下行動計畫 發心向佛承諾我要去實踐 實踐在哪裡 實踐在惡立處 所以惡立品就是你的實踐的所緣 你實踐的對象就是自立 and 利他 哪些東西你要自己改善 那利他的一些作為上 你有哪些是要增上的東西 這樣一列 那每一個也都一樣 找四個重點 這四個重點足以讓你意念 整個歸一品 整個總性評 整個發心評 整個惡立品的內容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段對不對 信 文 文就是受教 受教有飾品 回憶一下哪飾品 信向大乘之後 歸一大乘 審查自己的總性跟大乘 有何異有何同 然後呢 異同之處 找出行動計畫加以增上 要允諾向佛 就是發心 發心要實踐在哪裡 實踐在智利跟利他上 智利有哪些項目 利他有哪些項目 是吧 這就是 我剛才唸的那個文字 就是我自己這樣子 想過這個漫圖了之後 我心中自然流露出來的 一個行動計畫 一個學修之後的行動計畫 好 經過信 而文受教飾品 歸一 總性 發心 惡立之後 接下來就是所思為三平 對吧 思為就叫取所緣 取什麼東西所緣 真是意 真是意就是空掉人我二職之後 所顯現出來的真如 你要取這個真如為所緣 剛才這個齊悅有問 離向真如是什麼東西 離向真如講簡單講 你圓一切法 是不是在心中會顯現一切法的法項 法項的意思就是 你對他的認知跟理解嘛 包括他的文字像 比如說齊悅他說他是圖像思考的 那你升起的圖像是什麼 你會看到什麼進階當中的 意象 會讓你想起那一品的內容 對吧 就是你的聯想的範圍是哪些 好 這些東西 都有你的人我直跟法我直在 看見你的直點 你直在哪裡 你在哪些事情上 特別容易堅持我見 哪些東西上 你特別覺得那個東西吸引你 而且你要注意 你看到什麼東西之後 哪些東西特別讓你討厭 你愛正取捨 一些情緒比較高張的 不管是正向的 負向的 就代表你對他的法質 and 你的我直 都比較強 找出你的直見 比較帶著強烈 絕受的那些東西 那個就是你要解決的問題 什麼叫理像 那些像 無有真實 你必須了解這個東西 我為什麼直在那些像上呢 我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強烈的主張 那個認知 有那樣的信念 有那樣的價值觀 為什麼會有產生那種 卡點而引發的情緒呢 去認識自己 了解自己 為什麼把那些不堅固的像 不堅固像所帶來的特質 為什麼我會堅固我的我直跟法直呢 去看向你的我直跟法直的形象 認識他的緣起 有緣起 慢慢鬆綁你對他的直 對他的見 當你直見鬆脫了以後 你自然就會離言自證 離開你的我直跟法直 去體會 一樣認知 但沒有執著之後的心緒 你的心的狀態 當有執著跟沒有執著的時候 一樣了知前進喔 像是了了知喔 可是有執著是一個什麼角色 沒有執著是一個什麼角色 離向真如 就是你 離開我直法直之後的身心狀態 他也不學啊 很非常具體啊 當你有執著 他就是一組身心狀態 當你慢慢的覺得 哎呀 這個意見我也懂 那個意見我也明白 對不對 沒有抵觸啊 每件事情我都知道他為什麼失色 為什麼採取那樣子的說法 因緣清清楚楚 明明明白白 當你不再卡在任何一個直跟劍上的時候呢 你那個時候看看你對於這個法義的受用 對不對 那個受用的身心狀態 你五運的清淨的狀態 就叫做離向真如 你不要把它變成白話 離開一切像的自信的那種真實的如如不動的 講這個東西就是白話翻譯啦 對不對 學佛搞那麼多白話翻譯幹什麼 離向真如就是看到你的卡點 明白 鬆脫掉你的直見之後 哎呀 體會到沒有直見之後 對於一切的五運受用 清清楚楚明明明白白的身心狀態 以這個為所言 以這個當作保認的目標 如果他能夠穩定的保認 你在一切實處就會顯現出神通品的功能 神通就是讓你生與意志在嘛 對不對 自己能夠處在解脫的狀態 又能夠了解入眾生心 了解他的卡點 明白他的感受 而為他找到他適用的方便散角 甚至你為他去學他受用的東西 因為你為了眾生去學他受用的東西 你的領域就擴大 你的所緣就擴大 你的直見就更鬆脫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為利別人 自己先得利 哎呀 歡喜 歡喜 這個時候 進到成熟品 成熟 智佛法 成熟 他善根 你自己對佛法的功德 越來越具足 對於怎麼樣能夠陪伴眾生去學他 能夠成就捏盤 煩惱清淨的一種善巧 方便 你的這種善根 越來越成熟 慢慢就覺得 是心做佛 是心是佛 最後就要 接著 由這張九宮格之後呢 來分享 我教各位 怎麼樣進行 念佛三昧的重要前行 就叫做佛水念 佛水念就是我們之前 邀請成熟學長 來我們這個班 他本來是禮拜三 我們結束禮拜三的課 把菩提品請成熟學長 來我們這邊報告 對不對 最後又經過了小雲學長 把他總結 菩提品當中的十個 不可思議的佛功德 對照到 尤其是論 無上正等菩提品 十個佛明功德 最後我就建議 如何要以佛的實名功德 來種持菩提品的 十個不可思議功德 你只要去受持那實名功德 你就可以慢慢以實名功德 種一切佛功德 持無量佛功德 這就是你的中間 對不對 回來再問一個問題 成熟品 神通品 真實品 這三品 叫做所思維三品 你談到思維功德 請問你會用什麼顏色 憲上的學長 你會用什麼顏色呢 思維三品 你會用什麼顏色呢 剛才性像是用黃色對不對 那思維呢 思維三品 真實意 神通 成熟 你會用什麼顏色 藍色 欸 賢號學長跟我的選擇 一樣 我會用藍色 為什麼 藍色是一種紀律 藍色是一種明確 藍色是一種穩定 維宇學長說 深藍 深藍色 深藍色 藍色一向在色感上就是屬於穩定 確認 紀律 的一個顏色 所以思維是要保持一種思考的紀律 思考的紀律 那回到前面 受教視頻呢 受教視頻就是要把心打開 接納受教 確定讓你的心能夠朝向歸一 總性的審查 發新的實踐 以及惡例的完成 請問受教視頻 廣大的文匯 你會用什麼顏色 秀美說綠色 綠色 哎呀好像入到叢林的吧 很好啊 就入到叢林裡面去啊 非常新鮮的 去聞 去接受 這些東西 對你的訊息 好 我們就姑且用這樣的顏色吧 信像 陳中平我們就用黃色 代表希望 對不對 黃色給我的感覺就是一種希望的色感 那受教視頻呢 我們就用秀美所提見的 綠色 所思維三平呢 我們就用唯宇學長 前浩學長 共同所建議的 藍色 那菩提頻呢 最後中間的菩提頻呢 佛的實名功德 你有什麼顏色 有人說紫色 這個人有密教的背景 他可能做坦誠的 好 OK 有人回答我沒看到 等一下 看看 有誰給什麼建議 好 我們就給菩提頻 紫色吧 那這樣的曼陀勒是不是就出來了 所以有顏色了 有九宮格了 有九宮格的標了 對不對 好回去把這個九宮格先蓋起來 你現在 你現在望著天 或者眼睛閉起來 意念 這九宮格 從左上方開始 它什麼顏色 黃色 什麼品 姓像 陳中品 接下來 受教飾品 什麼顏色 綠色 哪飾品 龜一品 總性 總性品 發心品 惡力品 你不要偷看啊 真正看你的心 你能不能夠真的意解 意念起來 你只要一做意 它在你的那個 眼睛閉起來的心頭上呢 就會有這個九宮格 每個九宮格就會填上那些字眼 你一看那個九宮格的位置 那個字 那個標題就會浮上來 顏色也會跟得出來 它就把你的心緒 設在那個九宮格上面 你了解嗎 這叫做取所言 這就叫做作意 作意就會 朝向那個 那個空格 就會投射出你的內容 你作意就會取向你的心像 把你心像當中理解的文字 相關的內容 都會填進那個空格裡面 好 再複習一遍 黃色的是 姓像 陳中品 接下來 綠色的飾品 分別是 歸一 總性 發心 惡例 依我講 歸項大乘 對不對 審查總性 然後呢 制定發心 就是行動計畫 然後呢 完成在惡例 我會這樣子記 就是把它記起來的一個方法 最後完成所思維三品 藍色的紀律 那三品 許你空掉我執法執之後的那種身心絕受 真實意 當作你的所緣 穩定的相去 讓它成就神通 最後 成熟自佛法 完成它的上根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都記起來了 這樣子 前十品 最後完成在哪裡 總是在哪裡 中間的普利品 紫色 你看看 顏色 文字 九宮格 位子 順序 系列 你們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圖稿的心緒 對不對 那個所緣 經常意念 經常意念 然後把你對這個 對這個九品 的內容 慢慢的重點找出來 用四句記 填上每個空格 就是你們的收穫了 就是你們今天 有事沒事 與其在那邊打望想 不如把這個心緒的心 這個曼陀羅提起來啊 提起來啊 對不對 塑塑的意念啊 凝定在任何一格 那一格裡面 陳中平的內容 全部會浮現出來啊 這樣塑塑的意念 就變成塑塑的復興 我們這些人 我不曉得別人怎麼做 我是這麼幹 我是用曼陀羅來思考的人 對不對 那為了要加深你的角色 用顏色會引發角色 但是那個角色 一定要跟文字的法義相蹭 講明白嗎 好以上 是我介紹一個取所緣修作義 正家型的方法 怎麼樣善用曼陀羅 來種持我們的金莊榮論的前食品 我也建議給各位 我當然每次都是建議功課啦 你們做不做我不知道啦 這樣的作者是幫助你們 去受用 去種持 乃至於受用 金莊榮論前食品的內容 你不幹 每次來上課 就是來聽聽就好 回去繼續喇咧 你如果要這麼幹 隨你便 真的 隨你便 我也只能夠每次來上課盡力而已 好以上 我們可以測掉這個分享 我們可以測掉這個分享 也在這個群組啊 兩個群組已經都有 應該分享文獻了 文字很多 我現在要講口訣 口訣 佛隨念 是佛所教的六隨念當中的第一個 那麼佛隨念或者是六隨念 是幫助我們的心 能夠穩定心緒 朝向佛法繼續深入 非常重要的增上緣 我們不能夠立刻開始修念佛 我們不能夠立刻開始修念佛 或者是持咒的法能 先把心莊圓起來 什麼叫莊圓起來 先佈置你的心 把你的心慢慢慢慢勾積 然後呢 砍掉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然後吸收一些東西 然後把它變成一種 能夠記憶而不忘思的聖節 把那個心啊 佈置成一個坦誠 當你的心緒拉回來 穩定的相緒在這個坦誠的意念底下 這個時候 你的心緒就是一個非常莊嚴的坦誠 就像我剛才的曼陀羅一樣 我只要意念起曼陀羅 經莊論的總詞一切法 全部會出現在我的心頭 我每天讀他的心得 通通會浮上來 我這樣都浮上來 中間根本不打弦叉的 沒有其他妄想的 我可以跟我媽媽坐在客廳 媽媽看他的電視 電視一樣的聲音 繼續嗡嗡嗡 我聽 不產生干擾 他看他的韓劇 我讀我的經莊揚論 能夠穩定到這個心緒的地步 佛歲念呢 是莊圓這一念心 六水念的第一個方法 哪六水念 佛 法 生 戒 師 天 你要念這六個功德 佛法生各位知道吧 戒就是聖戒 念戒的功德 師就是念行捨的功德 一切東西我們願意跟眾生分享 願意跟眾生分享 師 天 天就是五戒十善的功德 因為五戒十善是得人生 得爭上的天的福報 倒不是要去升天 是意念天人那種耗施行善 但在人天三法當中 他能夠自然的去安住 然後受用福報 很自然的果報 就會受用的這樣的境界 所以去意念佛法聖戒師天 是讓你意念屬於功德面 意念功德面會讓你覺得 學佛是有收穫的 明白嗎 所以在南傳他們把佛歲念 其實這不是南傳的教法 咱們大神也要學的 乃至於他是佛歲念 是入念佛三昧的前行 誰在那邊亂畫 怎麼會出現一些黃色的線 近信 近信你在畫什麼啊 好anyway 我不曉得他越畫越多了 你按到了那個畫筆了 沒關係啦 等一下我們離開這個檔案就ok了 你不要存檔就好了 好 請看這邊的步驟 步驟一 純熟的了解佛陀的各種功德 那麼廣分別的話呢 就是我們從經專案論 第一品 緣起品 一直到菩提品 那十品的內容 在中品下來 就是陳規學長所導讀的菩提品 再把它劣化下來 就是小雲學長的那一張非常重要的這個PPT 也不是PPT還是XY 他怎麼樣去總辭呢 就是把陳昏學長的十個不可思議功德 跟余學士論菩薩蒂無上正等菩提品的十名功德 等一下我會介紹 把它對照起來 把它對照起來 哪一個對照哪一個 你們能夠把它意念起來 然後回到這十名功德上 對於十名功德的內容 你要能夠熟悉 很多嘛 十個 對不對 等一下我會呈現那十個的內容 大略的跟各位講 它出自於余學士論卷38 余學士論卷38 菩薩蒂的卷38 文字不多 我有把它變成九字的寄送 很好寄 所以第一個步驟就是要回去 從廣分別 從中頻 從略頻到總辭法要 總辭法要 你能夠到什麼地步 到把佛功德的十名功德呢 到達能夠背誦意念的地步 什麼叫背誦 背下來嘛 然後燒假作意 一切實處 稍稍作意 它就會升上你的心頭 就跟剛才圖像思考一樣 對不對 第一個就是如來 第二個就是應共 第三個就是正等決 對不對 然後一個一個 與民心圓滿 一個一個 你意念的前一個 後一個就會被它拉起來 然後它的內容 它有文字內容 它有顏色的內容 它有法義的內容 它有促進逢源的一切聯想的內容 所以你的功夫啊 就會打成片 你可以一切行處 完全都在意念佛功德的狀態底下 然後呢 當你意念起來之後呢 得到聖解之後呢 穩定你的心緒 讓你的心緒 就在這個地方 凝定不動 讓你的殘肢 殘肢是哪五肢 等一下會講 尋世喜樂心意境 尋世就是你要保持 寧定它的內容 觀察它的內容 有尋有勢 所以你是意念它的文字意 對不對 意念你的法意 把尋世心能夠專注穩定在法意上去意念 然後呢 心生喜 深受樂 然後呢 穩定的心意境 相續下去 沒有妄想 遠離五蓋 沒有二勳思 受著喜樂 又能夠絕觀在你的所言境上 又能夠心虛穩定的相訓 沒有妄想 沒有二勳思 你的三魔地就是這樣訓練 常行三魔地 不退於三魔地 讓你能夠不打妄想 讓你能夠藏身法意 讓你能夠安住在第一意的所言境上 心虛穩定的 排除一切的障礙尋世 而且身心有喜樂的受 明白嗎 那個時候你的心就這樣子被莊嚴起來 好 當你能夠純熟的 背誦的意念 實名功德之後 你要進一步的 不斷的再去複習 金專業論的食品 以及陳坤學長所教導的 福利品的十個不可思議 再把它連接到十個實名功德上 不斷的這樣反覆串襲 這些東西完全都是了然於心的 你現在拿給 隨便拿給一個空白紙 我可以整張紙 寫滿相關的文具跟工具 跟關聯圖 整部金專業論的前詩品 我可以用一個曼陀羅全部意念出來 是不是這樣子 這不是臭屁 這是練習出來的結果 我可以 李老師可以 你們也一定可以 我相信是這樣 好第二個 第二個 取一個你所相應的佛陀形象 如果你相應的是觀世音菩薩 或者是地上菩薩之類的 也可以 佛菩薩的形象都可以 取任何一尊的形象 但是要你歡喜 你相應 你經常戴在身上有他的掌卡 有他的圖像 可以經常意念他的圖像 意念他的圖像 你可以從眉間一直到腳 所以我今天分享了一個 等一下我會 就給各位看 我分享了一個 32項網路的圖 你可以選擇任何一 我不見得要 讓你們選擇其中的圖啦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歡喜的 像李老師就會選擇那個 穿著黃色的這個袈裟 然後呢 右手垂下來做這個接引印 然後從那個 西方極樂世界下凡 準備接引的那張圖 而且他的注意力呢 他跟我講 都會放在那個 右手的接引印上 他就把他的focus 放在那個接引印上 為什麼 他認為臨終我只要看到那個手掌 我跟著那個手掌的光去就好了 他建立一個這樣的聖節 也可以 你不用取整個佛陀像 你先把佛陀像整個取下來 然後慢慢的尋思 他從頭到腳的聖功德 然後藉由每一個聖功德的位置 圖像的位置 意念起實名功德 那這個 取什麼像 意念什麼功德 隨你安排 隨你安排 根據佛的形象 從頭到腳 把實名功德安上去 所以有佛陀的形象 讓你由形象聯想到神明功德 然後碩碩的 有形象 有功德 有形象 有功德 這個時候心是有浮動的 一直到練習到不浮動 一直練習到五個殘肢像出現 那五個殘肢 不要用巡視了 巡視看起來比較雜然 有沒有 絕觀喜樂心意經 讓五個殘肢慢慢的穩定出現 你如果把五個殘肢慢慢出現 那就得到進行定 就是進分定 由進分定 再加一點功夫 就會入到出產 所以佛隨念 經論上說 是得到進行定 非常好的所緣進 我可以為各位證明這件事情 能夠把你的心緒 帶到預計定 還進一步到進分定 的地步 進分定的特色 比預計定到哪裡 預計定只不是專注而已 到進分定的時候呢 那欣喜生樂 就會非常明顯 欣喜生樂 但是不要再入身定 也不要動你的氣脈 只要你氣脈一動 起來走路 打開眼睛 不要讓氣脈在那邊亂動 氣脈亂動 你的聖結完全不見 我們是要練智慧的 不是要練定的那種雜染功德的 你一入到那個身定雜染功德 你控不住 你沒有智慧 你穩定不了你的心緒 完全對修法沒有用 那個時候你去找大殘師 幫你解決那個殘病 無聊啦 完全是浪費時間聊 千萬不要入再生的定 佛隨念的目標 就是要入到進行定 五個殘之相 不穩定 但有那個相功德 心緒穩定 而且心有喜 深受樂 絕觀清楚的相訓 這個時候你的記憶力非常好 非常好 為什麼好 你經常意念嘛 當然也好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呢 第二個 細相我們不談 就取一個佛陀形象 言佛陀的形象 逐步的依著某一部分的形象 去意念你的實名功德的某一個 了解吧 這個我不規定 因為每個人的習慣不太一樣 等一下我們來看哪實名功德 那佛形象的哪個部位 意念哪個功德 就由你們自己資格來取 好 這一大段我們就過去 好 步驟三 當你功德能夠背誦意念 當你形象已經觀察聖節 做意能夠升起 升起 然後你隨著你所觀察的佛形象 就可以意念到實名功德的任何一項 這個時候你就專注其中之一 一個一個來 比如說觀如來 如來就是言無虛妄 我簡單的那個關鍵句就是這樣 佛陀如所重來 如所去 言無虛妄 祂只 只圓著真如說話 我的理解就是這樣 然後你就專注的意念這個功德 然後呢 盯在你相應的佛形象上面 讓佛形象能夠聖節現前 然後穩定的意念佛功德 讓佛功德在心中產生出一種 絕觀喜樂心意淨的禪之相 就讓它穩定的 保持絕觀 有喜樂受 然後心意淨的相訓 這種三個地心的相訓 讓這個聖節 這個功德 比如說如來 言無虛妄 這個功德 不斷的意念 不斷的意念 就在這五分鐘 十分鐘 你就穩定的意念那個功德 然後呢 眼睛打開 就看一下佛像的那個位置 閉上眼睛意念佛功德 然後閉起眼睛意念佛功德 打開眼睛 看著那個佛像的位置 閉上眼睛意念佛功德 這樣順序知道吧 好 這就是第三步 第四步 第四步 當你身心的 身心的覺受出來了 捨掉你的所緣 回來看你的身心覺受 你身心覺受 就有這五支 各位看起來 好 各位把巡視這兩個字改成覺觀 覺的意思就是 警覺 你發現有個心虛有個念頭出現了 然後呢 觀就是細細去看 那個心念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呢 覺就是警覺 警覺有一個新的念頭出現 你不必擋它 你不必去再去打妄想聯想 不必 就 運用再維繫的心去看清楚 它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覺就是粗的尋 觀就是維繫的視察 提個念頭有警覺 看清楚它的內容是什麼 就保持這樣 就心虛讓它自然動 所以我們的實名功德不就是這樣子嗎 如來者言無虛妄 然後看著一個佛形象 打開眼睛看佛形象 閉上眼睛意念佛功德 打開眼睛看佛形象 閉上眼睛意念佛功德 對不對 然後看你的覺觀 看你的粗的尋 細的視察 是不是穩定的相訓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身 會有 身心會有喜樂受 看著你的覺受 如果你一直沒有喜樂受 表示你對這個法義沒有受用 為什麼 你緊張 你硬撐 你專注力太強 你沒有放鬆 乃至於法義沒有受用 沒有受用 你對於一個如來言無虛妄 如所從來如所去的這個功德 你一點都沒有歡喜受用相應的心 明白嗎 所以休止觀 覺受非常重要 如果你生不起這種正法相應的覺受 嚮往的覺受 喜樂的覺受 相應的覺受 希望我也有之 然後呢 打開眼睛 看到別人如果有這樣的功德 你就會產生隨喜 讚嘆 然後回向 發願 自己如果做不到那個功德 你有懺悔 是不是誤悔心 對不對 透過這樣 不斷的反覆 不斷的反覆 你有五支相 看到五支相的形象 沒有五支相 回去 背誦意念 第一步對不對 好現在 離開我們的文字 第一步就是什麼 背誦意念佛功德 對吧 第二個 取佛的形象 取佛的形象 打開眼睛取向 意念佛功德 閉上眼睛 穩定的意念佛的功德 再打開眼睛 再閉上眼睛 一直到什麼 一直到你 閉上眼睛 打開眼睛 隨時佛功德 跟佛的形象 都能夠同時現前 重要的是第四步驟 你的身心絕受會改變 從散亂的心緒 變成穩定的相緒 到進行地點發覺的時候 你身心一定會帶著穩定的絕觀 而有喜樂受相應 這樣的心緒 中間不打閒岔 這個就是信義經 信義經就是中間沒有五概夾雜 沒有二巡詩夾雜 對不對 一念一念相緒 都在法義上 都在佛功德上 都在佛形象上 而且這些穩定的變成一個曼陀羅 變成一個完整的所緣經 沒有其他的妄想 沒有其他的分別 耳朵 對於我媽媽聽韓劇看韓劇的那些東西 我一樣看啊只是光而已啊 只是光而已啊 完全入不了我的心去打我的閒岔 完全不會 為什麼 心滿滿的 滿滿的 在佛的形象 意念佛功德上面 而且有 絕觀喜樂心一見的心 這樣的功德 受用 所以佛睡念好不好修 四個步驟 異念一下 第一個是什麼 背誦異念佛功德 第二個 取佛的形象 第三個 交叉進行 第四個 觀察 絕觀喜樂心一見 是不是這樣子 就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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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我啊 就把它編成這個實名功德 我想各位很多人應該也都知道了 我編出來佛功德是這樣子的文字 這是我編的哈 如果你們不歡喜這些寄送 你們自己回去編 你要讀過內容之後再回去編 等一下我會讓各位看 它的內容是哪些 我的第一個功德就是如來 所以各位把如來這兩個字 誇胡 第一個功德就是如來 那我取如來的功德用什麼東西呢 用這四個字 如來則言無虛妄 我就這樣背起來 一個他所言就是講他的心嘛 講他的正量嘛 而正量是實相嘛 對不對 所以他的東西 只講實相 沒有虛妄的分別 所以佛功德的如來的意思就是這個意思 如所從來 他正到什麼他說什麼話 對不對 說什麼話就是這個意思 人人可以作證 各個不會不懂 你對這個言無虛妄的功德 意念如來 然後心受用 而且有喜樂 你會歡喜 你會歡喜看到一個人是這樣 你會歡喜你自己是這樣 你會隨喜讚他 有人是這樣 如果你自己偶爾打一點小白謊 對不對 白色的謊言 你會自己覺得慚愧 你的誤會心 會隨著意念言無虛妄的如來功德 會有這樣子的受用境界 修行是不是一切實處 光是意念如來就是這個相應的功德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印 加上最後一個字 共 就是印共 這兩個字 所以你把印共這兩個字畫起來 印共的意思就是 天人應該要供養 也就是說他是世間當中 所有修行上要正德的功德他已經得 他是世間當中最尊貴的 所以我們天人都應該要供養 這樣子的聖人 所以應得以得這四個字 就是我用來意念印共 為什麼我們要應共這樣的聖者呢 是因為我們在佛法當中所有一切功德 應該要得的他已經得了 對不對 他已經在展現這樣子的身與意的功德 他已經現在就呈現這個功德 所以我們仰望他 我們讚嘆他 對不對 我們也嚮往他 有一分一分的學著他 有一分不像他 就覺得慚愧 吳悔心跟著這個應共相應而生起 一切實處 就這樣子意念著 應得以得 名為應共 然後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等正絕 等就是相續 相續在正法的覺悟的心絕上 這個覺悟安住在哪裡 安住在聖意地上 以真實意當他的所緣 一切實處 他的心絕 永遠穩定的安住在聖意所緣上 所以如其聖意等正絕 我就是這樣編一個 七個字的句子 把我背起來 好 學的前面 這是最常出現的 如來者 來跟著我 跟著我意念 如來者言無虛妄 應得以得者應共 如其聖意等正絕 好 這是最常出現的前三名功德 各位 要我 其實 讓我當時經常這樣意念 你們是不是這樣子 我不是曉得 你可以自己今天學起來 就這樣 三句 經常意念 然後連接到佛的形象 隨時帶起作意 他就生起來了 好 他的功德名叫做名行足 足的意思就是圓滿 滿足的意思 名 行 圓滿 名就是對於道理實相的相應 你有名相應處 行就是指觀行 所以我特別加上名 三名對不對 三名就是 哪三名 漏敬明 書明明 天野明 就是六通當中的這三個跟智慧最相關的 這三個 你完全的幫助你能夠明白聖意 你有這三種明白聖意的心 而且可以安住在指觀二道的方便行上 而且這個功德已經到達圓滿的位置 我的寄送就是三名指觀行圓滿 簡而言之就是明行圓滿 再簡化就變成明行足 就是第四個功德 好 再回去背 如來者言無虛妄 應得與得者應共 如其勝義等正覺 三名指觀行圓滿 對不對 一樣道理繼續往下去 就是善事 善事 善事 就他應該要解脫的 已經不再留戀了 他已經解脫到達究竟的功德 不再退還了 所以他的功德我意念起來就是 善事已極 他的功德已經解脫到究竟位 不再退還了 他已經是個圓滿解脫的聖者 善事已極不退還 然後回來再意念從頭 如來者言無虛妄 應得以得者應共 如其勝義等正覺 三名指觀行圓滿 善事已極不退還 我已經複習了五次的吧 每次心學一個 就回頭 從頭意念 從頭意念 然後呢 穩定的意念起 聖節起 你的佛陀形象 交叉的開眼取形象 閉眼意念功德 然後一項一項一項 然後最後 你背了五個就意念五個 背了六個就意念六個 到最後十個非常流利的刺利生情 一樣一樣來 然後接下來我就不多說了 再來善事之後就是世間解 世間解就是什麼 他的智慧能夠願意去分別世間 隨著友情世間 氣世間 染品 情境品 他都能夠善分別 既然善分別 他就會為眾生 一切友情分別相應在各種氣世間的相應 染境上 找到解脫的道理跟方法 好再背 如來者言無虛妄 因德以德之應功 如其勝義等正覺 三明子觀行免滿 善事已極不退還 情氣染今世間解 底下是比較有爭議的 有人就把無上丈夫跟條育士 或者是無上士條育丈夫 這是不同的字眼 可是在於切世勒倫菩薩地上 他就是這樣寫 把無上丈夫條育士合作一個條目 無上丈夫是什麼意思 他自己要教別人的東西 他自己都已經做到了極致 他把他做到極致的那些聖功德 他的道理跟方法 也一樣分享給他要條育的對象 他善條育一切眾生 他善觀察一切眾生的根 也隨著我們的眾生根 他找到他自己正量當中 我們可以相應的道理跟方法 耐心地陪伴著我們 教導著我們 感恩 對不對 你心生感恩 心生讚嘆 心生隨喜 然後呢 願自己有之 有一分之後呢 你會自我鼓勵 所以呢 佛隨念乃至於六隨念 都是把自己的心撞淹起來 肯定下來 在那種學佛的心緒上 能夠產生一種穩定的加行 把他的power加油 對不對 所以無上丈夫條育是 就是他自己做到的 他找到各種方便 條育我們 好 條育我們 好 一樣從頭來 如來者言無虛妄 乃至於道 無上丈夫條育是 說的一念 再來就是天人師 他是天跟人的導師 為什麼 因為只有天跟人 才可以聽到佛法 那因此呢 他是天人所有一切 開導的所依止 我們依著佛陀的聖言量 依著他的身頁 依著他的語頁 依著他的義所行 我們隨著他的教導 而隨著 親近我們的三頁 三頁親近 六根門頭就放光動低 他為我們天人的導師 就是我們尊重這樣子的人 這樣子的導師 好 所以因此 如來者言無虛妄 乃至 開導所依天人師 最後 現等覺 或者叫正等覺 或者叫佛啦 這現等覺 各位誇佛 在我們的實名功德上 現等覺就是佛的意思 佛的意思 那佛就是什麼 就是騙一切種 得到一切種的種字 一切種字 各位用一切種字 佛騙一切法 具備一切種字 而且對近 他就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那就是現等覺 現等覺就是佛的意思 他具有圓滿的智慧 對於一切法 具有一切種的圓滿智慧 那就是佛的意思 好 最後一個 第十名功德 佛傑凡 佛傑凡是梵文 他的漢文的意思就是世尊 世間最尊貴的人 因為他的尊貴 到了最後一心 成佛的時候呢 他能夠不畏一切的魔君 魔女 讓他退 變成 魔君所射來的箭 都變成那個鮮花 變成天人唱頌 灑下鮮花的東西 所以他能夠佛魔 既然佛魔 就可以呵斥 就可以下退 所有 就可以讓自己 遠離這些魔君的一些逼迫 這是世間最尊貴的德性 那最後我介紹各位 釋迦牟尼佛的新奏 恩馬尼馬尼馬哈摩尼耶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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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新奏 以這個新奏把它總持起來 所以當你入到密型的時候呢 你只要總持這個新奏 就可以總持前面的十名功德 所以你們接下來的功課呢 我就建議各位練習佛遂念 即便你是念阿彌陀佛的 也一樣做你的功課 可是多增加十名功德 再有那個陳昆學長那樣的本事 把菩提品乃至於十品的陳宗品 都能夠不斷的串連起來 又有小雲學長那種整體的功夫 把十個菩提品的不可思議功德 跟十名功德串起來 又加上有我的功夫 把佛的形象跟十名功德 串連起來 這樣的話呢 整部佛法不就是你的心中事嗎 是不是 你只要不打妄想 沒有五幹沒有二勳師 隨時只要燒假作意 一彈紙他就出現了 所有佛法就在前面 如數加真 是這樣子 閉上眼睛 如露聖節 就像佛在面前為你說法一樣 心會莊圓出來 心會莊圓出來 這就是修行的加行的方法 好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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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那個圖啊 我就不秀了 我就不秀了 好 我們就退出分享 這就是我今天給各位報告的部分 以上 謝謝老師 聽 剛剛聽得很過癮 尤其是佛水念 醍醐灌頂 大家有一些經驗的同學 應該可以知道 這個有很大的很大的幫助 剩下十五分鐘 所以大家也只能講一點 這還是要 還是要講 我們上次談到 於無常所修苦想 它是可以對字就是不精進 這老師也有講過 這老師也有講過 這大概都是跟不精進有關係的 那我們 上次也有跟各位做比對 就是在戒律雨裡面虧滿時 在放育懈帶所剩裡面也可以 也可以看到 最主要我覺得有一個keyword就是說 放育它事實上是有在多修多洗 已經很用功了 但是它會思念 思念的不能馬上回來的 這個我們可能都很有經驗 我上次有舉例就是手機 你本來明明要看 看現在幾點鐘 或看天氣怎麼樣 結果一下看line看一大堆 就一下回不來了 半個小時就回不來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要去特別注意的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它是三次具體的 就是等於說都有可能 過去現在未來都有可能會發生的 這邊是說我們在之前 並沒有特別的是無犯的樂欲 就是我們沒有這個怨 我們沒有起這個怨 所以常常會毀犯 所以我們自己要起無毀犯的怨 就是一定要希望自己一定要正念住 接下來我想各位你可以看到懈怠 懈怠相對它就是只取睡眠為樂 也就是說它事實上執行力是有問題的 應該說懈怠根本是執行力 根本就沒有執行力 或是執行力是大大有問題的 那在這裡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是關於這個精進的對面不精進 裡面的懶惰懈怠跟放逸之間的差別 而在這邊主要是思念 好 那我最近也有聽一些資料 他在這裡面有談到妄念過失 後來我才知道妄念過失還有分 所以協議一切實力論真的是法喜充滿 各位你知道嗎 有四種 要是我沒有念過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這種區別 我們說失念就是失念 也沒什麼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它分成四個 第一個是缺念 缺念就是於密護根本 不聽不受 就是不幹 就是說完全不去聽 不去受不去老知 就完全不去做 第二個是略念 我覺得我們有 我們自己 可能有大部分的時間是在略念的時候 就是三天打魚 兩天曬網 就是 你有做啦 你雖然有做 但是你不無間陰眾 多修多修多修多多修行 我們並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都一直都在文師位 沒有在修位 像老師講的那個佛水那裡 就是已經文師很強了 進入修位 所以我覺得可能這是我們要去深思的一個地方 思念是已經很有程度了 已經是在休息 就是多修多習多多休息了 那有時候不正了之而有所行 也就是說他 他有時候是思念的 然後回不來 前面已經有說了 亂念是完全是倒音為實 應該是說把對的想成不對的 把不對的想成對的 這個完全顛倒了 這也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是 我們應該有跟老師學 亂念的程度應該是比較少 亂念程度應該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應該要處理 我覺得我們也應該是有在修 我們應該落在略念跟思念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要處理略念 略念我覺得我們第一支糧 這是我們要做的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慢慢慢慢會更進一步 從文師到修位 思念的話就是你在修位的時候 你會思念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做精進 所以等一下我想 我上次有聽那個趙齡學長講 在這一部分是很重要的 就是事與潔 在這事與潔就是正面來敘述 各位 你可以看他對峙都是從你犯了過錯 對峙來敘述 從另外一面來敘述 所以我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我為什麼要這邊講那麼多 因為下一個法光明 事實上就是念著不思念 所以你為什麼能夠念著不思念 就是要精進 那我們到時候我們再回來 市集學精進他是怎麼講的 我們再來看這邊 事實上他在這邊講的是於無常所修苦想 我覺得蠻可惜的 應該要 應該要談的是更完整的 事實上他在後 他這個在那個出家會這邊 他在後面也是有想 也有講到就是修無我想 於眾苦修無我想 他是一連串的 所以完全是跟老師第一 應該是第二本禪修手冊 安班戀前四種修行裡面的 悟入世地裡面的 悟入苦地 是完全完全相應的 各位你可以看到 他是說租行無常故 本無而有 有以善滅 就是老師講的那個法性 就是一整個無常法性的敘述 他就是刹那生滅的 那即是生老病死 即是其苦性 有就是說他 因為像生老病死 事實上我們的常性 是跟無常法性是相為的 那當你相為的時候 那當然他會有一些逼苦性 因為你比如說我們生了 我們就不希望我老 我希望我有年輕 我舉個例子 以前我們在那個 業界每年都有運動會 那個運動會 你知道常跌倒的是哪一種人嗎 都是經理級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平常也沒有練 也上年紀 都四十幾歲了 他每次跑步的時候 就不會老虧 就是說他也要跑 但是你知道嗎 這時候呢 這時候他還認為他很年輕對不對 意識上 但是他身體跟不上 他又不要失面子 就是他很想跑快 是身體往前傾 但是腳跟不上 很多都跌倒那時候 很多那個就是經理級主管都跌倒 有的還叫救護車 所以說 所以說在這部分 可以真的是有這種體會 所以如果我們有這種體會 就是無常法性 但事實上是跟生老必死 這個常性的 那個雜染的常性是相違的話 我們就會有 那個空性智慧 凡事都是因緣所剩 常常不住的空性智慧 那就會對老師 就有老師講的 對有無我的 這不自在還遠離宅主 根本就沒有我 就凡事只是五運 只有五運而已 那在這邊呢 他就有說是 由無常苦 空無我行 誤入苦地 我最近還有一個例子 我最後還有五分鐘 我就講個例子 最近我碰到 那個在系統 碰到好多問題喔 在我還記得在剛開始的時候 老師說這個 要建立SOP 我們是一整個遠距的那個視訊教學 要建立SOP 我說系統 建立SOP 我覺得SOP真是很好用 因為可以讓我們省掉很多時間 而且把系統弄得很順利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超越SOP 我們都很迷信SOP 當問題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很苦惱 我真的很苦惱 我們碰到很多事情 但是如果說 我們只要靜下來說 SOP它只是一個方便 那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呢 就是騙擊手指它是一個方便 你知道嗎 SOP就是一個騙擊手指方便 當你超越這個SOP的問題出來的時候 那你們就是要有這個無常法性官 那你真的要去看它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你就會發覺 原來這SOP用的像那系統 沒有一個是完美的 就好像老師講說 我們面向那個SOP 那個目標是完美的 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東西都不是完美的 對不對 所以你這時候呢 你在對那個不完美 你就是平行進去 非SOP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你就平行進去去探討它是為什麼 比如說我這邊有USB Hub 因為我用它多用途我去插電 去充電 它就 它通訊的功能就壞掉了 所以這也是我們在過程中學習的 還有這個軟體更新的問題 軟體更新 我們 我這次才發覺 雖然我們使用的那個無線麥克風 是在那個YouTube界 業界還算蠻知名的 但他們軟體更新的功能實在是 實在是有待開心 因為我以前我也有做過 從這裡我就 我就發現真的可以證明這個 誤入苦地的這個形象 就是它本來就是無償 那我們就要 我們自己就要設一個SOP 讓我們自己很好過 我們沒想到那SOP是個方便 那我們忘記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生老病死苦 就好像系統一樣 然後如果我們了解這個時候 我們當然還是會有問題出現 但是我們會坦然以對 坦然以對 所以就不會欲如是不欲如是 這種感覺 就再提到的就是會隨順 這在我們在 我也忘記是哪一瓶 是 我就是要 我忘記在哪一瓶 就是要隨順 就是隨順因緣老實講的 創造有力的條件 所以不要把自己過度 過度膨脹或是過度縮小 就是要趁著因緣去做到100分 那這個是我今天的這個部分 我本來還要想講是說 那個前四種修學的這個次第 跟老師講的這個佛水內的也都可以印證 那只要 事實上只要各位操作過 不要用背的 要操作過的時候 就很容易靜下來 因為它是 它是你是跟你的五韻 是相應有體會的 你光印背那個文字 就像老師講 你印背那個文字 你不去真的看佛像 觀佛水念的話 你明天就忘記 就算你現在背起來明天也忘記 所以一定要跟五韻相應 所以這是我今天的報告 今天聽到老師的佛水念 真的是 真的是很興奮 好 那個謝謝老師 所以我們現在是科後遺軌 大眾請合掌 請一起隨念普賢謹仲記 及普賢行願品回相記 四日已過 命意水減 如掃水魚 師有何樂 當情精進 如舊頭然 但念無常 聖物放逸 文書施力勇猛至 普賢會行亦不然 我今回向諸善根 誰比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嘆 如是最聖諸大願 我今回向諸善根 為得普賢書盛行 阿彌陀佛 那些確是天啊 我的天啊 我今回南 我會和諸善根 每次開山 是嗎 龍